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企国会作证与中国打交道提高戒心 中国电子商务巨金阿里巴巴26日上午宣布 以8.8亿美元收购美国国际汇款公司速汇金 同时国会正举行一场听证 包括美国企业、跨国投资咨询公司、研究单位代表作证 提醒要和中国打交道的美企提高戒心 并敦促国会关注美中投资之风险 加紧把关以保障美国投资者权益 同时捍卫国家安全 这是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第115会期的首次听证会 委员会由6位国会众议员及5位外交顾问与专家组成 多位出席作证者表示 中国企业有国有、国家控制的和私企三种 无论和哪一种进行交易 必须保有戒心 力求过程透明 荣鼎咨询研究总监韩其洛作证时指出 中国想要收购美国企业主要有三种动机 商业、金融或政治 以中国双汇收购美国老牌、肉品加工企业 史密斯·菲尔德为例 24小时内就批准40亿元的融资 收购案顺利完成 因为国家支持 以打击中国骇客文明的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负责人强生 向委员会建议 美国应将中国投资或收购美企业的过程透明化 列为首要工作 想和中国做生意者 最好先理解对方动机为何 财务是否健全 才能将投资风险减至最低 他表示 美国过去忽视这些造成很多问题 强生与去年的Uber和中国滴滴为例 Uber欲打进中国市场 中国立即设定规范 但同一套政策却无法影响滴滴 这个案子Uber输了 强生说 中国万达收购美国影业公司AMC也是如此 中国政府对于有助自己国家产业发展的投资案都支持 即使不赚钱 关注食品与水质安全政策倡导者 与研究主任伍夺的报告 在听证最受重视 反复被委员提问 他也提到双汇收购 Schmidt-Faird一案 提醒国会 中国正大举向世界购买食品加工厂 中国政府2011年把全球性食品业收购 制定为五年计划 以确保中国对食品的需求无余 不只是并购食品加工业 也大举购买农地种子 农药杀虫剂 例如去年中国化工以430亿元天价收购瑞士 Sundenta公司 他们有计划性策略 对我们的食品供应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把我们的农地工厂变成出口中国的平台 可能导致美国本地食品涨价 对美国本地农民不利 武多建议 目前负责审核外国直接投资的CFIUS 国外资委员会 应该对跨国食品与农场并购案从严审核 尤其从国安的立场做更好的规划 目前美国外资委员会的审批过程不透明 也让此议题更难解 资讯科技与革新基金会会长艾金森 紧跟中国对外投资20多年 他说 欧美国家都应该向台湾南韩日本多学习 他们都知道提防中国 预设中国收购防线 以保护本国科技与企业 总部在德州达拉斯的美藤能源总裁 简内凡分享自己的惨痛经验 除了签订的契约 对方任意违约 还要小心换领导 美藤与中国航天工业集团合作 在全球推展高峰能源业务 中航工业未能履行承诺 两方打官司 中航被判赔7000万违约金 但至今一毛都没给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所做的报道 谢谢您的收听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